好 那另外一個話題 我想請亮哥來跟我們討論 現在有人說電動車已經變成貿易戰的籌碼了 主要是因為中國從12月1號開始 要對特定的石墨出口管制 那當然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石墨出口跟生產國家 石墨呢就是一個很重要 製造電動車電池的材料 好像美國之音的說法是呢 企業正在加速開發系 要來取代石墨 作為製造電池陽極的關鍵成分 韓聯社也說 業界努力要把進口來源擴大到其他的國家 好 當然這個專家有說 可以加速激勵企業研發擺脫中國 但是我想問你的是有這麼簡單嗎 當然不可能啦 因為一時之間也沒有辦法完全替代 對 所以這個一定是拿制裁的項目互相來談判 因為第一個受衝擊的是韓國 對 那韓國你半導體對中國就是有制裁 那這也考驗尹錫悦的外交能力啦 因為尹錫悦可以去跟美國爸爸哭啊 說我沒有石墨我完蛋啊 因為韓國的石墨大概有90%來自中國 所以它的依賴程度是最高的 那因為石墨不是只做電動車啦 還有一大堆導電的材料等等啦 那韓國就可以去跟美國爸爸哭啊 說我半導體必須當作籌碼跟他做交易啊 不然怎麼辦 知道後面還有別的國家啦 可是直接衝擊的韓國是比較大的 那我記得第二名是波蘭嘛 那美國也有啦 那美國當然也是要拿制裁的項目來交易啊 那到底是交易什麼項目我們不會知道 因為他沒有必要公布啊 所以我不認為 當然他長期知道就是要發展出替代品啊 可是這個難度太高了 就要一兩年之後才會看到成果 這個跟稀土一樣啊 美國也擔心稀土早晚一定會被禁啊 那你怎麼辦 所以他到處再找貨啊 可是找到貨也沒用啊 因為還有那個提煉的一個技術 提煉把它弄成粉 這個過程幾乎都是在中國加工啊 所以你找到礦也沒用啊 你還要提煉然後變成那個 做成一個粉狀的東西 然後才好出口嘛 所以中國大陸不只 中國大陸石墨市場並不是最大的礦產國 而是生產 它佔了全世界大概有65% 大概65啦 可是它的礦礦 礦長大概只有三成左右 可是因為它長年就在生產嘛 那別的國家就沒有跟上嘛 或者我們這樣講 就是以前大家也沒有想過這個東西會不會禁啊 這個就跟中國大陸一樣 我哪知道半導體會不會禁啊 所以這個是同一種邏輯啦 就是你美國要搞得到處都是供應鏈 產生一大堆障礙嘛 那你制裁我我就制裁你啊 像中國大陸是被動的啦 我講白了啦 那被動我覺得它首先的目的是 就是要逼對方來交易啦 如果你要制裁我 那我就制裁你啊 所以是一個談判的手段 我通常是談判的籌碼 那當然雙方都會有一點庫存啊 可是大概幾個月之後就沒貨了啦 所以大家就要趕快談嘛 知道它這個是10月20號就宣布了 對不對 那那個時候韓國就非常緊張啊 事實上韓國早就跟中國大陸談了 可是細節我們不知道 所以有一些媒體的分析喔 有一些專家的說法是說 慢慢把這個中國大陸脫鉤 脫鉤沒這麼簡單吧 不可能啦 不啦這個就好像半導體 比如說其實這個都 中國大陸都是被動的啦 中國大陸從來沒有想過 要跟人家打科技戰嘛 可是你美國要玩啊 然後又逼你的盟友跟進嘛 事實上那些盟友也不願意跟進啦 都是被迫的啦 所以坦白講這個基本上 根源都來自美國啦 所以韓國你自己就去跟美國講啊 所以你石墨大量依賴中國啊 你活不下去啊 不然你去跟美國買啊 美國的存貨一定比韓國多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中國大陸也是沒有辦法啦 所以一定要建立反制的工具箱 所以他工具量越多啊 至少他現在還使用一點點而已啦 就是加根者然後到石墨嘛 後面還有啦 他只是看美國你要不要繼續玩嘛 就這樣 好美國你要玩 結果玩到 反而讓自己的這個產業受創 剛剛請教董哥的是 根據韓聯社報導的是 中日韓環境部長會議登場了 這個韓國依舊向日本轉達了 韓國對於核污染排海的擔憂 日方說的說法是 希望能夠尋求理解喔 你可以接受嗎 其實你可以看到 日本已經排三次了 對 那這其實每一次都會引起抗議 那日本這一次還講說 我們這個就是很安全的 其實安全 如果是安全的話 你可以在國內去澆花澆水 你說我不要吃嘛 都可以做很大 沒有人相信啊 對 所以大家對他的不相信 其實以日濟增 那除了中國大陸俄國這些國家 就抵制他的水產品之外 其實就是日本自己的農民 的移民自己都在抗議啊 所以韓國這個其實可以理解你知道嗎 因為韓國現在完全向美國靠攏 可是韓國的老百姓 尤其移民不是這樣 因為他們自己會受影響啊 所以我覺得說 日本就是前一任的菅義偉 他這些核污水不敢排放 岸田文雄敢把他排放 排放到自己身份這麼低 他好像也有恃無恐 就是說反正美國會撐我腰 而且選舉我也不怕 那這個其實在日本很多人都覺得 那既然已經揍了 你現在怎麼辦呢 現在整個周遭的很多國家對你有疑力 然後你又影響到自己的移民 那現在怎麼辦呢 就是說會這樣 可是你可以看到 日本對韓國態度比較不一樣 他同意韓國的人派專家去 現場去觀察去轉 他對台灣是沒有這些禮義 這個禮義講起來是很諷之 因為我們也受影響啊 那日本反正我做什麼台灣政府 絕對不會跟我抗議啊對不對 台灣都已經吃核食了 難道會在乎核汽水嗎 核食已經來好幾年了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韓國的抗議 反而日本比較重視 因為他們有 在美國的要求下有一些共同的目標 包括他們的 比如說晶片他們是結盟的 包括軍事他們也有一些合作的 那這次的韓國抗議對日本來講 當然他覺得說好像也沒有減退 那但是日本還是會積極排放 因為這是他整個的計畫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覺得日本自己也非常矛盾 這個矛盾 既然首相已經放了 那他們因為這一次會被很多人討論 是因為他大概兩個禮拜前 他發生事故嘛 發生事故 工作人員去沾染到 然後就會被各國的媒體來講說 你看嘛你們自己就不安全 這些人都送醫了 那有沒有被輻射感染 機會很大 那可以看到 日本在這個事件以後 他也沒有對外講說 這五個去沾到的人 他現在的身體情況沒有講 就沒有下文 那就是會引起很多人 對這些核灰水的排放 更加的不安心 那我覺得他做這個事情得不償失 太陽星全校課費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松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下集快點購健康 貝爾建築 啤治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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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脩 啤治雅 啤治雅